第一个当然就是时间有问题 现在已经是11月25号台湾时间 他把这个10月20号的旧信 当作一个新的讯息 贴在脸书上 这个有问题 第二个呢 这个信是给谁的 我们来看我这个话圈圈的这个部分 to whom it may concern 如果说用我们中文来讲 这句话就叫做静其者 也就是说这个信的这个收信的对象 并不清楚 叫静其者 所以说这个信的时间 再加上这个静其者 这封信不是高宏安讲的学校发给他的信 所以不是学轮会发的吗 不是学轮单位发的吗 这个不是学轮单位 这是来自于他那个工学院的院长的个人信函 当然他是职务上 来发出这一份个人信函 但是更重要的是说 这一份信函并不是学校主动发出来的 这封信是高宏安 或者是高宏安的老师去要来的 怎么说叫要来的呢 就是说在美国 我们在工作上有时候常常需要工作单位 或者是任何单位帮我们证明某些东西 这个时候我们会去要一封信 高宏安来把自己去学校要来的一封信 当作是这个学校主动寄给他 还他清白的一封信 这是一个扭曲甚至是不实的说法 这是信的本质 那我们接着来看一下这个信的内容 这个翻译当中还有一段 叫做是我有画红线 就是以优异成绩毕业这段话 这完全是在鬼扯 这个在英文叫 in good standing in good standing in good standing 在英文的意思就是说 符合规定的意思 符合规定 比如说蒋万安在美国的律师的 这个会费没有缴 他就不是in good standing 他缴了这个会费之后 他律师的执照就是in good standing 所以说in good standing 就是符合规定 就是符合规定 符合条件的意思 所以说这边的信是说 他毕业是符合规定 并不是优异的成绩 那这个信有一个猫腻 大家要看的就是说 他这里头所谓说 提到就第二段这边 讲到没有任何研究学术 或者版权的不当行为 你注意看 他里头有加几个字 他加在提交的过程中 没有问题 他并不是说论文没有问题 他只是说在提交过程 他讲提交的过程没问题 如果今天是论文没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原文 原文也加了就是说 在提交的过程 他在英文叫in the submission of 如果说今天要澄清的是他的论文没有问题 他就直接讲说 那个没有问题是在in this dissertation the submission of 这几个字就可以省略掉 所以说这是一个 这封信里头一个很诡异的地方 为什么呢这个学校出这封信呢 要加这么一句话 那事实上呢整个信的内容呢 了无新意 他这个信的内容呢 其实根据的就是 9月20号的时候呢 高宏安为了反驳资设会的 反驳静周刊的报道 他有出示的一份电子邮件 我在这边给大家看 就是说这份电子邮件呢 他有提到两点 第一点呢就是说 这个电子邮件呢 有提到我画红线的部分 就是说他的graduate school 他的研究院呢 不认为自我抄袭是一个问题 这是第一个 这封email提到的 那我们要请教一下教授 因为高宏安过去 爆出的争议那么多 那为什么在这一个 最新的po文里面 他只讲论文 其他都没有讲呢 你认为呢 高宏安呢 他不只抄袭 不只扎领助理 被不只 就是说在整个选举的过程当中 他遇到所有的争议 他都有那种 讲话不老实的倾向 那抄袭本身是一个 非常大胆的欺骗 OK 那我们现在来讲 就是说我们要 让他当新竹市的市长 一年呢 有几百亿的这个预算 然后有这么多的 这个公务单位 归他所管 一个欺骗的人 值得我们来信赖 这个公权力吗 当然不值得 另外呢 他的讲话就是 非常的滑溜 甚至可以讲 非常的狡猾 常常讲一半的事实 扭曲的事实 当你跟一个 会说谎的人 共识会很累 因为他讲什么话 你要去追查 他讲的是真的还是假的 假设我们今天新竹市政府呢 有一个会讲谎话的人 那也非常的累 他其实呢 比如说他今天贴出了两天 第一篇贴了之后 撤下来换第二篇 那这个附带的这封信函 是10月20号的 所以说呢 他的时间都讲得模模糊糊 他这边讲什么选前 不久前 然后呢 在这边的时间讲什么 日前 不久前 他时间都不敢讲清楚 因为呢 时间讲清楚之后呢 他就穿帮了 另外呢 他在这边讲说是 学校寄发给他这封信函 这边也是 学校正式函文给他 但我前面讲过了 这个信不是学校主动寄给他的 这个信呢 是他自己去要来的 但我们要指教教授 因为整件事情对市民来讲 最关心的应该是包括 姓平争议 还有针对他的薪资 诈领助理费的问题 这才是选民需要关心的吧 这部分才是高宏安 应该要讲清楚的吧 但是他讲不清楚 他只能够就是说 到进入司法程序之后呢 再去捍卫他自己 就是说他今天讲的这个 先进那题 证明他清白这件事情 不是实情 这个事情还在进行式当中 因为资社会的动作 才刚开始而已 那另外呢 就是说 很多 我刚才讲过就是说 我们不希望看到 一个欺骗 讲话不实在的人 变成我们的地方 父母官 所以说很多人可能想说 希望明天选举完了之后呢 不要再看到这个高宏安 特别不要看到高宏安 出现在这个新竹市政府 那我要跟观众讲 就是说 希望明天之后不要看到高宏安的人 可能会失望 怎么说 因为你即使没有看到高宏安 出现在新竹市政府 大概我们也会常常看到高宏安 出现在台北地检署 或者是台北地方法院 对 因为已经被告了嘛 对不对 没有错 他有很多事情 必须在这个司法过程当中 讲清楚 我再来做一句话来做结论 就是说诚实跟青年 是一个政治人物的基本要求 因为我们给他这么大的公权力 这么多的政府预算 这么多的公共决策的权力 一个不诚实 一个不青年的人 不值得选民托付 这么重大的权力 这也是为什么我 一直紧追他这个抄袭的问题 不放的理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因为你还会 meta 走 踊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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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